上一回我们说到 当英俄矛盾激化的时候 德国却好死不死地开始大造海军 成功地取代了俄国的位置 变成了英国的头号敌人 接着 欧洲局势几经反转 英俄法三国取得了和解 并暴团形成了军事同盟 也就是协约国集团 跟德澳亦三国抱在一起的同盟国集团 分庭抗力 双方的矛盾不断激化 最后在一系列巧合事件的影响下 终于爆发了大规模的战争 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场漫长而又残酷的战争 死伤不计其数 打到最后还是同盟国先扛不住了 德军率先溃败 接着他那些好基友 包括奥匈帝国 奥斯曼帝国 也一个一个地崩盘了 1918年11月11日 第一次世界大战终于宣告结束 这场仗打了四年多 却在一个光棍节落下来帷幕 让人有些哭笑不得 当然了 这个光棍节倒也很吻合 一战的结果 打出了无数的单身 还尽是妹子 有数据统计 一战之中 光德国就死了280万人 英国和意大利都死了124万人 法国死了170万人 俄国的死亡人数是最吓人的 300万人 大家知道啊 打仗一般死掉的都是年轻小伙子 那些年 整个欧洲出现了无数未婚单身 和已婚守寡的女性 从这些死亡数字可以看出 协约国虽然是一战的胜利方 但赢也赢得惨兮兮 从战后心理上来讲 战胜方付出了如此惨重的代价 在战争结束后 必然是对战败方充满了强烈的怨恨 恨不能往死里报复 然而停战的时候 战胜的协约国想报仇 却找不到报仇的对象 为啥呢 因为德国连他当家人都没了 你找谁算账去 上一回我们说过了 一战的最后时刻 德国爆发了革命 威廉二世逃到国外 这哥们一跑路 自己倒是唠了个轻松 可怜整个德国立刻陷入了 无政府 无组织 无纪律的状态 至于那些闹革命的 谁都想当老大 结果就是 不知道谁来当老大 当时德国国内闹革命的 有宣扬社会主义的水兵 和工人武装 有回国的陆军兵匹 有精锐官兵组成的义勇军 这些革命派自立山头 谁也不服谁 最后呢 就是互相往死里打 说起来有意思啊 这帮人呢 在国外被揍的各种鬼活狼嚎 在国内呢 却是逗了个你死我活 当时德国的大小城市 经常爆发街头枪战 有的地方呢 还用上了炮 打了邪约沟都看傻眼了 呃 哈喽 闹啥呢 能别打了吗 能先把你们德国欠我们的债 算一算吗 没人理 压根就没人理 债主就被晾到一边 喝西北风去了 心怀怨念的协约国呢 只能等德国人自己闹够了 分出个老大老二 再来索债 那最后是谁赢了呢 有陆军背景的义勇军 获得了胜利 1919年初 这伙人支持的国民议会 在德国小城魏马 宣布成立德意治国 史称魏马共和国 魏马共和国诞生 乱哄哄的德国革命 总算是告一段落 怎么评价德国国内的这场革命呢 其实除了把整个德国闹得鸡飞狗跳 没有任何历史价值 但德国人却在这段混乱的局面当中 萌发了一个很奇怪的观点 本来我们德国是要赢得这场战争的 怪只怪一帮民族败类主动认输 私下里跟敌人妥协 目的就是闹革命夺权 所以我们这场仗才打输了 这是一个非常无厘头的说法了 德军的失败 说白了是自己实力不如人 打不过 但我们都说了 当时的德国人呢 都被狂热的民族主义冲昏了头 谁也不肯承认呢 是德军自己输掉了战争 可是战败了总得找个借口吧 说敌人太强了 多不好意思啊 所以打输了 根本原因就是有内鬼 也许您听了之后 觉得这个说法太搞笑了 整得跟无间道似的 哪里有那么多内鬼吧 但我要提醒您 千万不要小看这种观点 这可是当时的流行说法 那话咋说的 谎言说了一千遍 就会成为真理 这种观点 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 到了最后 还真的就成为了 德国人心中的真理了 而这个真理 就导致了一个非常坏的结果 德国的整个中产阶级 也就是德国的大多数人 都对德国的未来失去了信心 而这 就留下了强权政治滋生的土壤 这其中 就包括了未来的魔头 希特勒 说到希特勒 当时呢 他还是一个退役小兵 一文不明 而且因为中了毒气 正躺在医院里面养伤 这个小卒子 在那会儿闹不出什么波兰 我们姑且先把他丢到一边 来看一件大事 什么大事呢 之前我们说德国在闹革命 等革命闹完了 形势稳定了 协约国就会找过来 启动了报复程序 协约国呢就告诉魏马政府 你可以代表德国是吧 来来来来来来来 打败仗的 代表你们德国接受我们的大审判吧 就这样 刚刚成立的魏马政府 就被赶牙子上架一样的给拎了起来 准备接受审判 德国人心里啪啪的等着宣判 结果等了几个月 什么也没等到 咋回事呢 原来协约国内部自己吵起来了 正所谓可共患难 不可共富贵 协约国这帮打仗的时候的兄弟呢 到了这会儿就变得跟仇人似的 说起来也没辙 毕竟呢 各国的出发点不同 比方说 美国人是突央突森扑 四处宣扬 民族自觉 希望能实现世界平等 英国呢 老奸巨华 非常冷静 不主张过分的削弱德国 避免把德国给惹毛 或者让法国太过强大 而法国呢 损失最惨重 恨德国恨到天荒地老 一心呢 只想把德国一棍子打趴下 永不翻身 立场不一样 利益诉求就不一样了 各国一坐下来就吵 就这样吵了好几个月 最后呢 在各方的妥协之下 总算有了个结果 1914年4月 协约国把德国代表 喊到了法国的凡尔赛宫 这地方还记得吧 不就是1871年 维廉一世 加冕为德国皇帝的地方吗 故地重游啊 德国代表一个个都很尴尬 然而他们的老脸还没热勾呢 协约国呢 就扔给他们一份决议 叫他们签字 德国代表们一看这些条款 当场就下目击了啊 这这这这这 这么谁敢签呢 这个决议都有些什么内容呢 很复杂 很多 差不多有440多条 要是一条一条读给您听呢 差不多得念到明天天亮了啊 那我就简单的归纳了一下 核心的呢 有四点 第一 德国要支付巨额赔款 第二 德国的东南西北都要割去土地 第三 德国所有的殖民地都得交出来挂分 第四 德国军队基本解散 并且不得拥有重型武器 不管怎么看 这个条约呢 都实在是太严苛了 割地又赔款 还限制军备 简直是不让人活了吧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 这个结果还是打过折的了 如果按照法国一开始的想法 他们还想把威廉二世给吊死呢 但即便是个打折的条约 德国代表也不敢签字 这条款 谁签 谁就是国家的罪人呢 于是呢 德国代表哆哆嗦嗦地表示 这个我们 能不能先拿回去给自己人看看呀 协约国大手一挥 你去你去你去 但记住啊 不许提出反对意见 还有 要有时间限制 要是到了时间 你们不接受的话 我们就出兵德国 1919年5月 德国代表回到了国内 条款一公开 整个德国就炸了锅 所有人的第一反应 都是千万不能签字 签字就等于自杀 魏马政府内部呢 也是吵得不可开交了 吵到最后崩盘了 事情依然没法解决 最后不得不换了一波新人上台 这帮新人上台之后呢 也拿着这个烫手山芋是没辙 本着我不入地狱 谁入地狱的原则呢 这伙人一盘算 如果不签字 协约国肯定要打过来了 那接下来呢 就要把德国给分区占领了 长此一往下去啊 德国很可能就要分裂了 算了算了算了 签吧签吧签吧 与其整个德国被人打得四分五裂 不如暂且忍受着奇耻打入吧 被逼无奈之中 魏马政府不情不愿地签署了合约 这个合约就是著名的凡尔赛合约 从结果看 凡尔赛合约呢 让德国损失了13.5%的领土 12.5%的人口 所有的海外殖民地 以及一半左右的重工业 看上去 德国确实是赔足了本 不过 这样就能真的完全削弱德国吗 或者说 就能把德国压在五行山下 永不翻身吗 在这里 我们的作者哈佛纳 郑重地回答说 No 为什么呢 首先呢 德国周围的国际形势 比起一战之前 反而大大的变好了 要知道啊 在一战之前呢 德国四周有英国 法国 俄国和奥匈帝国四大强权 其中一个呢 是队友 三个是对头 但一战结束之后 奥匈帝国消失了 俄国变成了苏联 因为备受英法的敌视 无人理睬 便经常跟德国称兄道弟 这么一来 德国就只剩下英法两个对手了 而从一战期间的战斗力来看 如果不是美国一直帮衬着 这哥俩还不一定能赢德国了 其次呢 德国虽然丢掉了很多领土 但这些领土 基本上都是之前从别人手上抢过来的 所以赔偿完之后呢 德国的主体部分 压根就没有受到任何损失 该是啥 就是啥 这和我们近代中国的割地赔款不一样 我们丢掉的 不管是香港 外兴安领 还是外西北 那可都是咱们的地盘啊 再其次呢 德国的战争机器 并没有受到惩罚 德国大地主 大资本家的经济基础 德国的军事制度 德国的军火工厂 全部保留了下来 别看德国军队被制裁的 没几个人马 但只要这些制度还在 几年时间 拉起百万大军 妥妥的没问题 最后 凡尔赛和约 严重地伤害了德国人的民族自尊心 要知道 德国人从娘胎里出来 就没吃过这么大的亏 您想想 一个连打败仗都不肯承认的民族 又怎么能受得了这个气呢 德国人的民族情绪 被凡尔赛和约彻底激发了 上上下下都想着要如何报复 这种情绪 虽然暂时被现实压抑着 但迟早有一天会爆发 因此 对于这个严苛的凡尔赛和约 法国的福西元帅点评说 这不过是个二十年的停火协议 很不幸 他说中了 我们来看看 在这二十年的停火时间里 德国又走过了怎样的历程 二十年呢 说来也短 但要细说呢 又挺长 不管怎么下 我们还得从这个魏马共和国说起 从1919年开始 直到1933年希特勒上台 德国呢 都处于魏马政府的统治下 这个魏马政府呢 可以说是德国历史上最悲剧 最可怜的政权 它有仨特点 一 困难重重 二 执政水平低下 三 不得人心 我们先来看看 魏马政府都面临了些什么难题吧 前面我们提到 他一上台呢 就签了个丧权儒国的凡尔赛和约 虽然保住了德国 但在大部分德国人心里 魏马政府就是一混蛋政府 因此 从一开始呢 魏马政府就基本上丧失了公信力 您说魏马政府冤不冤 是冤呢 但群众会理解你吗 就这么一个可怜的政府呀 命运还是没打算放过他 这个字是签完了 但接下来呢 就要履行合约了 凡尔赛合约签起来容易 执行起来 那可就头大了 特别是那笔超级要命的巨额赔款呢 说到赔款这个词呢 咱中国人都很熟悉 那可不 历史课本里写的 在晚清呢 我们可没少赔过钱 光一个薪酬条约呀 我们就赔了人家4.5亿两白银 算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笔赔款了 但比起德国的一战赔款 那就不算个事 德国的一战赔款有多少呢 差不多是2690亿金马克 听这数字 您可能没有概念 把它换算一下吧 就是9.6万吨黄金 那9.6万吨黄金是什么概念呢 我举两个例子啊 第一 全世界每年开采的黄金 加起来呢 也就两三千吨 第二 美国是今天世界头号经济强国 但老美的黄金储备 也就是8100多吨而已 那这下您明白 这笔赔款有多巨大了吧 他可以说是史上第一大赔款 简直就是让德国人赔到天荒地老 赔到子子孙孙无穷记忆 如果真能拖到个天荒地老 那也可以 那要命的是 这个赔款还是有时间限制的 并不是说老子还不完 儿子还 儿子还不完 孙子还 这魏马政府就愁啊愁 本来就穷的吊渣 哪里还有钱去赔款呢 换做是别家的政府 可能会想着怎么重新发展 重振经济 以支付这个天价赔款 偏偏魏马政府脑回路 不一般 不走寻常路 他的应对措施呢 是搞恶性的通货膨胀 适度的通货膨胀呢 可以有效的刺激经济 但恶性的通货膨胀 就等于自杀 是拿国家和人民的前途当赌注 能干出这种事 这个魏马政府的执政水平 咱们用脚趾头也能算得出来 对吧 恶性通货膨胀的效果很明显 1919年 德国马克跟美元是10比1 还能说得过去 但到了1922年 这个汇率就变成了2万比1 德国马克连手指都不如 拿这样的废纸去还债 协约国哪里会认 法国最恼火 啊 叫你赔款 你还不好好赔 非得给你点颜色看看 于是呢 在1923年 法国拉起了比利时 一起出兵 占领了德国的卢尔区 这个卢尔区呢算是德国经济最发达的地方 试想一下啊 要是我们的长三角和猪三角被人给占了 那还不得崩盘了 所以德国当场就崩盘了 看着别人占了自己的地盘 是个德国人都会愤怒的嗷嗷叫 维马政府当然也很愤怒 但没辙呀 兵都没几个 打又打不过 最后只能选择消极抵抗 维马政府的消极抵抗也算是绝了啊 继续货币贬值 破罐子破摔 因为通货膨胀呢 当时的德国各行各业都停了工 唯独印钞厂还在加班加点的印钞票 这样的钞票还有什么价值呢 举个例子吧 1923年11月 一美元可以换一千亿德国马克 到了年底就能换四万两千亿了 这种血崩式的发展 导致德国人的赖账水平是越来越高 反正要钱没有 要命一条 你自己看着办吧 成天吼着逼债的法国呀 最后也被搞得是愁眉苦脸 到最后呢 又是英国和美国跳出来调停 充当何事佬 英美一边安慰法国 哎乖别哭 一边呢又对德国说 哎兄弟 你不能这样啊 我们会给你好处的嘛 英美的嘴皮子功夫的确不赖 法国虽然不情不愿呢 但还是撤军了 德国呢也确实得到了好处 什么呢 一笔大额的美元贷款 有了这笔钱呢 德国终于可以重整经济了 整个社会呢 很快就恢复了正常 有了钱呢 德国底气也就足了 腰杆子也硬气了 他们表示 这个凡尔赛合约 把我们压制的太厉害了 各位老大 能不能给改一改呀 法国肯定是不乐意改一个字的 但此时的国际局势跟1919年又不一样 这时候说话算数的变成了英美两国 于是呢 在英美的协调下 法尔赛合约呢 变成了洛加诺公约 这个公约很复杂 但简要来说呢 就是法国吃了亏 德国得到了好处 公约约定了德法之间的边界 德国赔的钱呢 也少了一半 同时呢 还得到了美国的贷款 政治上啊 则慢慢的恢复了大国地位 算得上是喜上加喜了 那说到这儿 您可能就要问了 看起来 魏马政府干的还算不错呀 凭啥说它是个坑呢 因为魏马政府的所作所为 从当时来看 叫引证止渴 从今天来看 叫鼠目寸光 留下了许多社会后遗症 而这些后遗症 才是指命的 魏马共和国到底又搞出了 什么社会后遗症呢 那为什么又说它致命呢 别急啊 且让我慢慢说 前面我们说了 为了对抗巨额赔款 魏马政府搞起了通货膨胀 消极对抗 您说这是一种策略吧 那也说得过去 但说到底呢 其实不就是耍个小聪明吗 算不上什么高明 正因为不高明 所以这种小聪明呢 只能是对外斗斗机灵 但在德国国内 却带来了非常恶劣的影响 无论是哪个年代 通货膨胀都是很恶劣 你想啊 我一上班的 平时轻轻恳恳 照旧晚五 好不容易攒下点钱 准备去交个首付 好了 你通货一膨胀 我这笔小存款 立马就变成了废纸 我这辛辛苦苦那么多年 我到头来不是白干了吗 我我我 这就是当时千千万万个 德国家庭的真实写照 食不果腹 民不聊生 各行各业都停了工 这倒也不是没有原材料 而是没有人去工作 因为你今天赚的钱 一个小时之后就变得不值钱了 谁去干活呀 这么一来呢 德国就成了一个 实打实的地狱 给群众们留下了 不可磨灭的记忆 因此 魏马政府在几年时间里 留下了两个 极为负面的影响 它是在闹腾的革命中上台的 政治基础不稳定 再加上签署凡尔赛合约 严重地伤害了 德国民众的心理 接着搞的通货膨胀 又让群众们 在物质上备受损失 所以说 魏马政府从一开始 就失去了民心 也埋下了自己父王的种子 魏马政府的一系列倒行逆施 又在凡尔赛合约的基础上 进一步激发了 德国人的民族情绪 举个例子吧 按理说 大学是思想最自由的地方 大学生也应该 有自己独立的思想 然而 德国的大学生 到大学教授 却全部是拥护帝制 渴望复仇 大学生都这么想了 别的普通民众还能怎么的 那也就不难猜了 除了让群众极端不爽之外 这个魏马政府在社会改造方面 也显得极为软弱 前面我们也说了 凡尔赛合约 没有摧毁德国的旧制度 就已经是一个失误 而魏马政府 更是没有任何社会改造的措施 因此 在德国 帝国时代的东西 竟然在共和国时代 完完整整地保存了下来 军队也好 工业也好 司法体系也好 居然过去是一模一样的 这哪里是个共和国了吗 简直就是打着共和国招牌的 德意志帝国嘛 既然帝国的全套东西都保留了下来 又极其不得人心 这个魏马政府最后能变成什么样 倒也不难猜了 事实上 虽然是共和国的招牌 德国却无人拥护共和 魏马政府因此也很不稳定 政府班子经常换来换去 这时候 保守的右派粉末登场了 很快就赢得了群众们的欢迎 这注定了德国要走上邪路 1924年 魏马共和国重新搞了次大选 参选者五花八门 最后当上总统的 却是右派代表兴登堡元帅 说起这个兴登堡元帅 欧洲近代史上也是一大人物 此人在一战时是德军的总指挥 也几乎是等同于德国皇帝吧 上台的时候 兴登堡已经70多了 让他治理国家 无非是赶鸭子上架 什么也不会 只不过兴登堡上台 只能说明一点 民众对于魏马政府 已经失望透顶 为什么呢 因为选择兴登堡这样一个右翼人士 又是强硬派 还有军队背景 说明民众渴望一个强力的政府 或者是强权人士来领导他们 兴登堡倒也挺有意思 顺应民众要求 把一大堆右翼政党都塞进了政府 这么一来 这个德意志共和国又成了个疯子的国家 哪里还有半点共和国的样子了 不过 虽然一手搞垮了共和国的共和基础 但国家总算是暂时稳定下来了 也算是兴登堡命好吧 那时候呢 德国马克不再贬值 加上美国人提供的贷款 德国经济迅速恢复 很快呢 又变成了经济强国 从1925年到1929年 德国差不多过了一段最好的时光 兴登堡觉得自己功绩满满 很是得意 甚至幻想过 要不要当个皇帝 民众呢 也算是安居乐业 不过这繁华也是个空壳子 德国的经济看似强大 却是虚假的繁荣 因为它过度依赖美国资本 这就意味着 如果美国经济崩溃 德国迟早也得崩盘 不但想象啊 如果再来一次经济危机 在民族情绪的驱使下 德国注定会诞生一个 比兴登堡政府还要右侵 还要疯狂的政府 这个未来的疯狂政府 您也能猜到 那就是希特勒的纳粹政权 当然 此时此刻 还没有希特勒什么事 只是几年之后 希特勒突然风生水起 一跃成为了德国的总理 问题是 那几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预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